我们来看的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他最近就宣誓说 民营经济要发展壮大 那特别呢来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4月21号 他是主持召开这个20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的重点是在哪里呢 通过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在这个会议当中指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要着力于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还有呢破除制约民营企业的公平参与 以及市场竞争的这些制度的障碍 等一下我们会来聊的是最近在大陆上面 尤其在网络上面大家非常疯传的 就是资博的这个烧烤 那是不是也是代表说大陆内地呢 在这个民企的民营的这些经营上面呢 有另外一些不同的一些做法跟重点 好说到了习近平他特别 我们讲说他很高调的去宣誓了 说政府要支持民气 这是不是代表说过去我们所看到 中央的国进民退这个政策 有可能会调整甚至是改变呢 那当然有可能啊 但是问题是他的动机是什么 那如果现在这个什么促进民气的意见是对的 那么过去那么多年去做国进民退是要再做什么 那问号啊这完全自相矛盾啊 那这叫做自大国如烙大饼 他说翻就翻 然后又翻 然后想怎么翻就怎么翻 讲白了他要促进民气壮大 讲白了他就是出状况了 就出状况了 那个中国大陆的顺口六里面就讲 历来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 一抓就死 一死就放 然后一放就抓 然后这个后面一抓又死了 然后这大概就是一个恶心循环啊 那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现在表示他状况不好 所以然后疫情的确造成了一些伤害 他现在必须要把民气把它做起来 让那个民间活络 这个税才抽了上来 所以调整是可以理解的 昆明兄您觉得说 未来就他们的经济蓝图来看 或者他们的战略来看的话 民气跟国气他各自的一个比例 他会怎么抓 我觉得这不是战略问题 这纯粹就是战术问题 好 如果说他可以的话 他就希望把国气的比例拼命加大 那因为像是我党才抽到税嘛 国家才抽到税 可以赚最多的钱 从每个人口袋里面都套到钱 这才是根本的想法 可是当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 他知道国气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他就要民间企业 你们大家要活起来 这样子才能促进经济活动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种东西是一个战术考量 它不是战略考量 OK 我们刚才也提到说 最近在网络上面非常火红的 就是在资博这个城市 因为刚刚讲说 中国官方成功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这个最经典的案例 就是在大学生群体当中 这叫做火出圈的山东资博烧烤 从今年三月以来 资博烧烤在中国大陆的网路上面迅速的爆红 这个烧烤店的营业额还涨了三倍 而且根据报导是说 你要下午四点钟去排队 才吃得到晚上你想吃的烧烤 创造了一支串带火一座城的传奇 黄老师您看 这个资博烧烤的爆红 对于因为很多的城市现在在看 不只是大陆自己的城市 包括其实有一些国际上的城市也在看 对于这个城市管理者来讲 它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我觉得资博的烧烤之所以火红 当然这个有它的一些命跟运 中国人不是常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吗 跟timing也有关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当然命我没有办法 但是运的话你可以看到 包括像正好有一些名人网红的加持 然后再加上可能正好这个地方的政府 他抓准时机做了一些行销宣传 反应够快 这些等于是帮助他的运变得更好 所以命跟运 时机正好重合 再加上风水 风水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资博 他是在一个遥远 甚至连高铁什么也不太容易到的地方 他可能真的要这样子 火也很难 所以他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而且再加上他的自然地理 跟人文地理 都还有些故事可以说 比如说资博 他是蒲松林的故乡 写辽斋的这一个 然后资博他以前是齐国的首都 他也是号称什么陶瓷之都 所以他至少在人文地理上面 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些自然地理 还有一些可以看的 所以虽然说他过去都是 一直是工业城市为主 但是呢 有这些所谓的风水的地理环境的加持 也可以让他串出来 所以我觉得命运风水三个合在一起 让资博这一次突然一下短期间烧烤爆红 可是呢 对于一个城市管理来讲 我觉得他的教训 或他经验应该是这样 第一个 你要抓紧时事接地气 有什么东西 你的城市行销就要赶快回音 而且透过这些新媒体 可以散播到全大陆 甚至是华人世界这边去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把故事要说好 或者像习近平讲的说好故事 你资博有什么故事 当然我觉得资博的市政府 他可能现在正在设法把这个烧烤 跟山东的浩克的这个人文风俗 把它串在一起 浩克山东嘛 对不对 浩克山东 资博就是山东的一部分啊 那当然你等于就是也红了资博 也红了山东 双方互蒙其力嘛 山东涨了 资博当然也就涨了 那最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在城市管理的时候 在旅游管理的时候 游客来常常会带来一些 可能垃圾啦 对 或者是一些脏乱 或者是污染等等 但是在这些要排除这些 负面的这个环境因素的这个理想 跟你的人性 还有都市发展之间 我觉得资博市政府可能正在找一个平衡 怎么样可以不要让我资博环境 因为它之前的工业城市 它必须要更重视它的这个水土环保 但是在重视这方面之间 也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市民也要从这些逐渐已经放缓的经济 还要再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城市治理 一个试图找寻平衡的一个过程 我看到一些分析 其中也有呼吁到您的第三点 就是说特别有看到在其他 中国大陆其他城市的管理者 他们常常就是会一分为二 就是在城市发展 还有包括说他们接下来 可能要面临到的是环境污染的问题 所以印象当中 我们小时候学地理的时候 资博市产煤 它是工业大城 在1990年代是仅次于青岛济南 山东的 它是山东经济的第三大城 那也是名列中国综合实力50强的城市 这次因为烧烤而爆红 当然这个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 一位专家委员叫孙小荣 他也分析说 现在资博虽然说掀起了观光的热潮 但是要想的是 长久发展 可能要解答游客心中一个疑问 就是资博还有什么 就是回应您刚刚讲如何说好资博的故事 这个我请教Ras 工业都市尤其像资博这样 那要如何去做好它在观光上的转型 我相信中国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有这个能力 因为基本上财力 财力有 所以有财力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不管是环境空气污染或地方当地的交通等等 甚至可以说服不管是政府单位 国务营企业在年度的员工旅游就去哪里 那中央说的要去哪里 他们就去哪里 对就这么简单的 但是问题是经过这三年的疫情 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如果有机会放假 不管是自己放假花钱或是公司的员工旅游 他们很想去香港 澳门或去国外 比较对中国观光客比较友善的地方 比如说泰国 印尼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挑战 有机会旅行 我相信我知道有很多大陆的观众朋友 那我直接问你 有机会去旅游 你想去泰国玩或去澳门读博 还是去出博 那时候没说台湾 因为你不去的台湾不开放 我们都知道 不过这确实是在疫情过后 这个大家来在观察 会不会只是一时的现象 尤其是像这种爆红的 所谓的网红的效应 一旦消失之后 那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效应 那永恒老师你怎么看 Ross大概讲了全部了吧 共和党型的美国人 把市场放在脑袋里面 这个大概是走到哪里都一样 所以他讲的就是那一套 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形都还在寻租 就是哪里好赚去哪里 哪里红了往哪里去 所以用移动型的 这个不会是最后一个 绝对这个例子不是最后一个 说不定三个月之后六个月之后 当然又会有新人出来 台湾之前也有弹塔效应 一样一样一样的 那个就是那一件事 所以到底是要深耕 地方创生要深耕 让它定着的话 然后永远的慢慢收租 还是用移动的方法这里有草割掉 这两种方法 但是如果照Ross的说法的话 更开放的 包括外国资本也进来的话 美国人超会玩的 超会开发的 美国欧洲甚至日本韩国 台湾的资本都去的话 就要升什么都升得出来 只是说有没有办法长期 当然那个有没有办法长期 就是它的投资的规模或值的问题 这个就全部不用我们来操心 也就是说能赚钱当然就有人投资啊 能赚钱一定能赚钱 陈永峰当然就算10块钱也投了 不是吗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这个丢给市场大概就可以处理了 OK好 等一下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进一步来看的 把焦点放在美国 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 最近要展开一个90天的冲刺审查 因为目的是要对抗 来自中国的多方面威胁 我们怎么看 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ров证画 所以 让我先请 行